二月二十八日 晴 我又怕光又怕声 今次几经艰苦来到美国 终于发现原来我尾龙骨 和左边盘骨黏了 半边头颅的筋膜扭曲了 但是始终不知道是什么饼 在香港这么多年 看过很多医生 做过很多测试都未能够确诊 现在只得了精神科和我跟进 希望我开心生活 我很希望医生可以早日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病 让我可以对症下药 医治好这个病 继续筹办我的艺术展览 三月三十一日 任天 我每个月都要陪女儿去复诊 次数多到不记得 要跑均18区不同的诊所 每次见不同的专科医生 真是少点精力都顶不住 但原来外国很多地方都有 洁折性硬化症专科诊所 他们这些病人不用像我们那样 医生又可以更专注跟进每个症 不知道香港会不会有一天 都可以做到一站式覆尘呢 我很希望香港可以发展到 罕病跨专科综合治疗 所有罕病的病友 都可以得到一站式跟进他们的病情 4月7日 任天 今天见了一个患有阿拉吉欧症后裙的小孩 她的肝只剩下两成功能 无奈她体重太轻 肝又小 换肝机会可以说是零 我知道美国去年已经出了一只新药 但一只药还差一份文件 才可以在香港注册 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完成注册呢 如果可以做到从善如流 加快这只药在香港的注册 这样更多有这个病的小朋友 就可以有正式的渠道去用药 从而继续他们的人生 10月29日 晴 最近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等了这么久 香港终于有皮下注射药物可以帮我 虽然不可以完全根治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但可以在每次病发时快速舒缓症状 不用下下入院 坏消息是一支针要成万元 我又怎样会用得起呢 如果政府能够资助我们有急救药物旁生 在我们随时病发的时候可以受到控制 不用下下入ICU 对公立医院的服务压力也减少 其实大家都是相赢的 12月10日 有余 以前我以为我患威尔信氏症的儿子 在香港医不好 就即是没得医 看着儿子一日夜夜不停抽筋 吃东西走路也不够 有可能会被人以为有精神病 但原来 内地有中西医结合专门医这个病的医院 看到在香港医不好的病友 去了接受治疗 病情大有好转 我都很想带个儿子去试一下 我希望医管局可以安排我带个儿子回内地医治 回到香港 有跟内地医院合约的医生去跟进 甚至引入内地的医疗方法 最重要是医到我的儿子 以及其他类似的病友 扩阔香港医治这个患病的方法 近年本港陆续推出一些回应患病的措施 但我们绝对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政府和关注患病的持份者 更加了解十几万患病患者 和家人每日面对的问题 精神协作 同为患病 开新篇